那一刻我的内心感受应该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那一瞬间 我同样的 对不起 好了 现在就是我脸上任何都没有图的样子 精神满满的来给你们录这期视频 主题就是你们看到的 在我工作过程当中和学生家长相处时候的 社会性死亡瞬间 那么下面我们就先从护肤开始吧 我近半年来用到的一个水是 自身堂月威的这个 我是属于沙漠的大干皮 但是在我这两年的精心呵护之下 我的皮肤干的情况变好了很多 下面用到的是欧莱雅他们家寄给我的黑精华 这已经是欧莱雅黑精华的第三代了 它的质地很轻薄很容易就被推开吸收了 用完以后再用其他护肤品也会感觉更好吸收一些 有效的修复肌肤问题 非常适合需要抗初老的同学们使用 之前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小伙伴说 他容易搓泥 但是这个真的是泥方法没有用对 下面看我操作一下 你看它是半蹦 补抹顺序一般是在少肤水之后 在涂抹的时候一定不是抹开或者推开 一定是按压在你的皮肤上 这样它才会渗入到你的皮肤里面 我们脸上的皮肤其实有它很脆弱的一面 基本上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各种侵害 如果不加以保养的话 那肌肤的老化速度就会加快 那么我使用欧莱雅黑精华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时间 我之前嘴角这边冒痘 真的是痘影有简单 而且我这半个月以来 不对一个月了 基本没有长痘 快一个月的时间 感觉肤质更细腻了 皮肤摸起来更光滑 那现在就是我脸上已经打完底的一个状态 我平时也是为了防止化妆太过于厚重 所以就不赶上太多的护肤品 它脚足够水润就可以了 妆前入 我前一只好无分享视频里提到的伊拉莫斯科的这个 它和前面欧莱雅黑精华也是一样 要在皮肤上按进去 然后这样才能很快的在脸上沉磨 那说到我第一次的射死现场 一定是要跟我疫情期间的教学工作有关了 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呢 学生们都是在网上学习 然后大部分学生就有大量的时间 开始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网络知识学习 比如说上B站 看抖音 刷快手还是什么 然后打他们的吃鸡和王者荣耀 还有我们班学生还玩一种游戏 叫什么 你们自己 四班同学啊 如果有在看何老师视频 自己打一下你们在玩什么游戏 接下来就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我没有看手机消息 是我们班副班主任打电话联系的我 就说何老师 你快看一下班级的交流群 我们班有两个群 一个是通知群 只有老师能发消息 另外一个群是交流群 就大家可以在里面谈学习 谈各种好物 学习好物分享这样的东西 当我一点进我们班交流群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觉得那一刻我的内心感受 应该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我直接给大家看当时的 都是聊天截评吧 怎么样 是不是马上恨不得整个地球瞬间爆炸 我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 而且你觉得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学生用的是家长的手机 显示的家长姓名 但背后再操作的又是他们 就很微妙 但是在群里的所有大人 好像就在那一瞬间 达成了一种莫名的共识 我们不要说话 我们不要吭声 当然我觉得孩子们可能 在看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并没有太多的恶意 而是觉得挺新鲜的 在我们身边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人 我们这样隔着屏幕 就在家里看到了 就是会产生一种 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感觉 要说我就很尴尬 上学期间见你见的已经够烦了 到假期好不容易能玩或手机 然后你还无处不在 就多么个应人的一个班主任呀 虽然现在脸色有些苍白 但是也能看到刚才黑精华 不仅在我脸上没有任何搓泥的现象 而且还能给我的底妆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水润效果 一点都没有干 那从我第一次射死的这个事件之后呢 我的视频就在我们班学生中间广为流传 其实这也造成我心里比较大的一个担忧 你说他们B站都看那抖音呀 微博快手呀 各种各样的平台圈子的视频他们也都看 你说看B站的话 我觉得那还就有些挺好的 比如他们看看知识区呀什么的 但是如果看的是纯抖音那种无脑短视频的话 我并不是短视频不好的意思 就是会很大程度上的缩短他们阅读和学习的时间 我其实不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班主任 但有一个理念在我的教育过程当中是一直信奉着的 就是学生的语文要好呢 一定一定是要真的阅读大量的书籍 你才会有一个好的那个文学功底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不是我特殊的笔影画法 因为我是一个就是鼻子 你们可以看到这两边骨头遗传了我爸那种回族式的鼻子 所以就非常的宽 但我研究出来一种画鼻影的方法 能够帮助我把鼻子视觉上缩窄 好我现在要开始了 我继续说第二个我的射死现场吧 刚才这个话题太过于沉重了 就又聊到 哎呀我这不能说话呀 主要当作一个相声来听吧 化妆技巧不重要 对不重要 就是在我平时的教学过程当中 其实我总体来说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和孩子们交流沟通 我一直会觉得对象是非常轻松的 不会有大人那么势快 虽然说他们也有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等着你去处理 你总得像一个警察或者侦探的角色去端案 去从蛛丝马迹里逮到这个凶手 还得适当的给他们一些心理学战术 这个视频被我学生看到 会不会他们去懂我的套路了呀 不过没关系都五年级下学期了 下学期六年级毕业了 对 留着你们将来以后 如果当老师以后 用和孩子们整天相处的话 其实自己也会渐渐的活的像个孩子 尤其是我的作文水平 我现在写个什么文案之类的 我觉得我的水平就 美丽的蝴蝶 五彩斑斓的花丛 就是 我怎么了 可能还是要多阅读吧 然后下一个设计事件 就是在我们上周的信息课上 我们信息老师的电脑出了一些故障 他就是去修理了 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班的孩子们就开始上网刷视频 就不知道是哪位勤快的孩子 就快速地点开了B站 然后看到了我的主页 那个打开我B站的孩子 并没有很过躁的马上说 他是 你来看一下 何老师B站 然后周围看到了人的 哇 快来看到了 这个何老师的B站 然后整个信息教室就炸开了锅 于是大家就纷纷在自己的 网页里输入了 然后就搜索何和达 就找到了我的B站 对 就这样一步步地 我在当时正坐在教室里面批作业吧 那个时候应该 然后完全没有想到 我那个时候正在精力设死的现场 然后他们就纷纷打开了我的穿搭视频 我的好物分享 我的一切一切 就真的很无力 你说这种事情 哎 话 聊天呀 不能化妆 又化过了 真的很无力 你说你要怎么管 这是他们的自由 你想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也有什么追星 孙燕姿啊 周杰伦啊 林俊杰呀 他们 我觉得自己当年就和他们一样吧 只是换了个角度 换了一种新的方式 然后被打开了 直到他们信息课结束之后 在上操的时候 几个孩子跟我讲 何老师在上信息课的时候 谁谁谁有在看你的视频 但是当我明察暗访之后 得到证实的是 不是一两个孩子 或者谁谁 而是几乎全班 下一节就是我的语文课 我应该怎么上 板着脸 还是应该 嗨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何老师的课堂 莫名其妙 当然上面讲的这两个事件呢 是我和他们面对面 经历的我的射死现场 还有很多射死现场 是和一节课一样的 我不在现场 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家长 一起在看我的视频 并且说你们和老师好好笑啊 谢谢 我又忘了我要干嘛了 这是在化妆和聊天之间 我不能讲话 我一定要认真的聊天 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好了 接下来我就真的是 一个跟化妆的字眼都不提的 来说一下 另外两个很有趣的射死现场 我一定一定要和你们分享 第三个和第四个射死现场 都是在我上课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那么首先我不知道大家在上学年代 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讲课的时候 会喷口水的老师 其实我一直对于老师这种行为 都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会喷口水呢 但是后来当我当了老师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窘境 而且还不止一次 我也找到了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 就是老师在讲话的过程当中 如果嘴里有很多唾液 那你要不断不断地收出你讲的知识和课的时候 你的唾液就会往嘴两边 或者往口腔一些地方没处放 像我现在录视频一样 然后你说话一说快 或者说到激动的时候 你就 一个没绷住 或者唇腔的肌肉管理失败的话 那就会瞬间口若悬河 心心点点 那我这个人上课讲课是有个习惯 我不喜欢站在讲台上站很久 我喜欢到各组之间去巡视去走 当时是这样的 我面前做了一个我们班做的非常笔直的 个子很矮的小女生 她这样看着我 然后我就这样对着她 就在我说出你认为哪个句子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罪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唇周肌肉没有控制住 突然就有一颗口水 注意是一颗 不对 一粒 一个完美的抛物线 就正正地落在了那个女生的书上 当时可能那位女同学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就以言而不及迅雷之势 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马上给她挖 擦干净了 并且还深深地鞠了一个90度的弓 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丢人了 但是我又想 有谁人生当中没有遇到过喷口水的时刻呢 真的有吗 这个我就想起秋菊爸爸和秋菊 两个人和狗是不一样的状态 就是秋菊爸爸总是和我讲某件事情 讲得超级开心 然后她的口水又 又流离得很近 就感觉她跟我讲完一次话之后 我都可以洗洗脸了 而秋菊的口水就非常有意思了 总是在她爸爸拿出软磷子来的时候 跟她一遍一遍地坐 趴 转圈圈 把玩具捡过来 可能跑了有十趟左右 才会把那个狗粮给她 给她之前秋菊一定一定会有一大滴口水 滴下来 然后才能心满意足地吃下那么大一颗软磷子 为了帮她减肥我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好扯远了 那么说回来这个九十度鞠躬 还有一次就是我在学生们早读的时候 借了我们班课代表的语文书 然后我就拿在手上 看着他们读的内容 就一遍一遍过了 之后呢我就看到书本里有个重点内容 就给他们记笔记 注意啊 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 我就发现 诶 做第一排的课代表 他的语文书怎么没有了 因为他前一天没有带语文书 因为这个事情我就一直在 督促他 就说作为课代表 你一定要把语文书第二天给带来 我就发现 嗯 今天他桌子上怎么没有语文书 然后我就开始 非常严格的 就当时全班批评他 然后等我批评了一阵之后 只见课代表 梨花带雨的 抬起头来跟我讲 何老师 我的语文书在你手里 那一瞬间 我同样的 对不起 我真的觉得因为自己这种 大条然后犯傻的行为 在我们班已经 不止第一次犯这样的错了 那时间刚刚好 就是讲完我的四个摄事现场 当然我还不止这些 摄事现场就刚好 视频录的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从我这个视频里 学到什么有用的化妆技巧没有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当然我觉得这个妆容 底妆之所以能够那么好的效果 和一瓶优秀的精华 一定是分不开的啦 我的化妆品总体来说并没有很多 就比如说像高光 眼影底妆这些就固定的 是一样用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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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今天拍摄的时候用到的这些 是我平时不容易出错的 那下次我拍视频的时候 就再想要不要来尝试一下 汤富的这个金丝猴 啊不 孙悟空同款 金丝猴什么鬼啊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这样的聊天视频 因为我总会觉得 如果我呆呆的坐在屏幕面前的话 那样会比较无聊 这本身是一支 get ready with me的视频 那我就想尽可能的轻松一些 不要太上价值上高度 就是分享一些 我工作或者生活当中 有意思的事情 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那么今天这支视频就到这里吧